日空在GPISA 現場結果 現在已經出來了 在八十一的國家裡面 我們臺灣的學生孩子很厲害 在宿航 外面 還有科學 這三項手用的表現 都擺在全世界的前五名 富士館因有可能是 我們臺灣已經控制比較好 跟其他國家比起來 我們天空的時間也比較低 學生看事前已經不聽老師太過 在新冠已經爆發的時候 學校停課不停學 國級學校用山頂到學 這讓臺灣在理工理理 PISA的平良 在數學 科學 外面三項表現都很讚 而且都有進步 我們學校被真的完全 下檔的時間 相對於別的國家比起來 是相對少的 即使我們學校還是有 停課了這個狀況下 可是所有的老師反應非常的快 趕快導入數位學習 或是網路的學習 這篇調查本來是離空兩年 北半 所以因為新冠已經延近一年 總共八十一的國家 差不多六十九萬 為十五位核心參加 臺灣是第六邊參加平比 其中數學平均五百四十七分 百第三 科學五百三十七 百第四 也是年來表現最好的 外面平均五百十五分百第五 人每一個表現都比OECD的平均更高 因為義營和科剛剛很重視素養的能力 也很重視自主學習的能力 所以經歷疫情的話 他們自主學習的能力能夠展現出來 雖然台灣國衛平壁都有進步 不過插金中告訴說 平衡也就是需要更加多關心 先用網路跟社會核心支援 让平衡的学生有国家好的教学组丸和品质 和适用的插句由得和励 继续继续续继续续继续续续续续续续尔